光纤雷射切割 自动化帮手多用途撂仓 今年自动工业展放眼在工业4.0 即至会制造两大议题 共吸引350家业者800个摊位盛大展出 就是机车 汽车 脚踏车 然后甚至电梯 电控箱等等之类的 很多的那个值钱 以前都需要手工去切割 手工去加工的 他现在就直接用雷射切割机就可以完成 那他是今年才开发的 他的用途就是他可移动性 而且他可随客户的要求去增加料仓的盘数 那我们一个料仓他可以承重20公斤 不受疫情物价飙涨因素冲击 台湾机械产业去年出口值年增27% 产值来到1.3兆 机械产业订单正热上看1.5兆 政府致力推动智慧机械 希望持续在世界舞台占有重要位置 我们这个估计的这个贸易的指质 都呈现上涨的趋势 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台中的制造业 竟然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无二战争大家都看到提高国防预算 这刚好等于就是我们台湾的工具机 属于国防还有汽车工业这方面的 的附加价值蛮高的 所以这是正面的会带来无限的一个商机 自动化系列展已经卖入第42届 7月14到18号在台中国际展览馆登场 金发局长表示 既有展会拓展产业新商机 带动业界新契机 并卖向精密机械新纪元 西唐人雅的电视 王源阳书棉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